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双折射晶体里面 我们永远管的就是 偏正态垂直的光 通过这一块晶体之后 累积出来的总相位差是多少 那同学应该还记得 相位差就是我的真空中的波长数K0 乘上我的折射率差 再乘上晶体的长度 那我可以帮同学写一下 K0基本上就是2π出上lamb0 长度就是长度不改 所以这里面 现在真正要教同学的是 Pocles effect 营造出来的折射率差 跟no的三次方 再乘上一个电光系数 再乘上我外加的电场 强度 这两个东西是相等的 所以这个电光常数 γJK是每一个晶体 它特定的一些特性 有些晶体对外加的电场 会有很明显的一些 双折射的反应 有些不会 所以这里面完全是同学未来使用什么样的材料 要去查一个表 人们都已经帮各位量测出各种晶体 你外加电场在不同方向的时候 可以感应出来的人造双折射究竟有多强 那就可以带进这个数学式子里面来算 那我现在要介绍的是 我可以把我们营造出来的总向位差 定义成我外加的电压 我外加的电压 乘上一个π 再除上一个名词叫做vπ 这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我外加的电压 等于vπ的时候 我营造出来的总向位差 就是π 我介绍这样子一个特殊的名词 希望让同学比较轻易的能够了解到光调制器 就不管我的材料怎么设计 我的材料用什么 我的晶体如何切割 我最后只是想要 在光调制器用一个统一的参数 我就可以了解到 它好用还是不好用 我就看这个vπ的大小 vπ告诉我说 我加的电压是多少的时候 x跟y方向的偏正态 累积出来的相位差就是180度 就是π的一个相位差 通常只要是一个180度的相位差 就可以达成破坏性的干涉 所以基本上 对于光调制器而言 我们通常只在乎的就是vπ多大 同学想要知道vπ正确的表示方法 投影片的右上角 有帮同学推导出来 但现在的问题是 vπ跟什么东西有关 还有vπ究竟是越大越好 还是越小越好 我们先从第二个问题开始 vπ要大还是小 对我们比较好用 同学想一下 vπ的意思是说外加的电压 正好等于vπ的时候 可以达到一个180度的相位差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一个很小的电压 就可以达到相位是0跟180度之间的差异 一般来说 vπ越小越好 同学同意吧 假设我可以用5伏就达到一个180度的相位 绝对比我需要到1000伏 才可以达到180度的相位 来得简单 对不对 所以同学一定要切记 vπ the smaller the better 越小越好 就代表我可以很轻易的 调制我的光讯号 我们先来看一下vπ 要能够小 就代表我原本晶体的折射率 no越大越好 因为vπ跟no的三次方成反比 所以我的玻璃 no等于1.5 跟一般常用的silicon 3.5 很显然的 如果各位同学要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光调制器 细 远比玻璃来得好 好 那第二个就是电光的常数 eoconstant 这个越大越好 也就代表说我小小的一个电压 就可以感应出一个非常大的 人为的双折射 然后呢 L L是什么 晶体的长度 账面上来看 我要得到一个比较小的vπ 我希望我的晶体比较长 跟长度成反比 所以这里面如果跟长度成反比 是好的话 就代表我越长的晶体 可以累积出越多的相位差 这是OK的 但同学不要忘记 分子有一个d 什么叫做d 分子这个d的来由是 我的电厂 是我外加电压 除上电极之间的距离 所以其实真正各位同学应该要在乎的是 我外加电厂 需要两个电极 才能加电位 两个电极之间的距离 还要去跟我晶体的长度 做一个比较 所以是d除上L 才能够决定我的vπ 究竟是大还是小 所以我想 在这样子的一个认知上面 开始跟同学介绍 Longitudinal modulator 跟Transverse modulator 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我希望同学可以清楚地了解到 哪一种modulator 可以有效地帮同学把vπ降低 就是比较有效率的一个modulator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Longitudinal modulator 什么叫Longitudinal modulator 我帮同学画在白板上 我有一块电光晶体 然后我光波行进的方向 k方向 已经帮同学标示出来 我晶体的长度是L Longitudinal modulator 就是说 我外加的电场 外加电场 透过两块电极 我去加一个电位 然后电位v 所以我外加电场的方向 跟我光波行进的方向 是平行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电极的距离 也就是晶体的长度 L等于低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回到投影片来看一下 Longitudinal modulator 因为我外加电场的方向 跟光波行进方向 是平行的 所以我电极的距离 D等于L 所以我这个L 摆在分母 会跟我晶体的长度L cancel掉 所以其实 对于一个Longitudinal modulator来讲 你用再长的晶体 都没有用 因为在你的这个式子里面 跟你的晶体长度是无关的 因为我们选择了 在长度方向加上电极 在长度方向加上电极 其实也就代表说 我们用同样的一个电压 它能够营造出来的外加电厂 相对的是弱很多的 所以如果要用一个Longitudinal modulator 做出Vπ非常小的一个调制器 我们只能够期盗 它本身的折射率 折射率NO很大 或者是它的电光常数 非常非常大 最后一个选择 我们要外加非常非常强的电压值 可能要到几千幅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Transverse modulator 有什么好处 Transverse modulator 目前画在投影片的左下角 所谓的Transverse modulator 就是说我光行进方向 从左到右 但是我外加的电场方向 跟光行进方向是垂直的 所以是在这个高度的方向 我可以加一个电压 所以呢 我电极之间 上下是我的电极 电极之间的距离叫做低 所以在我的数学式子里面 我完整地保留的这个低 这个低是我两个电极之间的间距 然后会跟我的晶体长度做比较 这个时候同学就可以发现 我可以把我的晶体做得非常长 晶体长度越长 可以帮助我有效地累积更多的相位差 然后我可以选择把我的晶体 在高度上面做得非常薄 所以D很小 L很大 所以我的外加电压 就可以相对地小非常非常多 所以从这里面的比较 我希望可以让同学明白 Transverse Modulator 你外加的电厂 跟光行进方向是垂直的 可以有效地提供各位 很小很小的Vπ 小的Vπ就代表这样子的一个晶体 可以很轻易地达到光的调制 开关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讲解完所有晶体的电光特性 然后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 Vπ要越小越好 你要达到一个小的Vπ 我们希望用Transverse Modulator 那究竟一个光调制器 它的功能性是什么样子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个可爱的动画 右上角 同学认得这一位老人是谁吗 现场同学 非常好 乔治华盛顿 华盛顿砍樱桃树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我们的想法是 假设有一道光 它就从我们面前经过 然后华盛顿拿它的斧头这样砍 那在它的斧头后面 它就可以把光砍成 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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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光束 这就很像是我们真正可以把讯号 放在光上面来传递 好 所以玩笑开完了 我让同学看一个比较可爱的动画 这里假设有一把刀 电光晶体就很像是 我用电 现在这个电 就是来决定刀要不要砍下去 所以刀一旦砍了下去之后 我原本一个很长的一道光束 经过调制器砍砍砍砍之后 就可以决定我砍出来的光 长什么样子 这就是我成功地把我们平常的声音 或者是我们的资料 用电来复制到光上面 这就是一个有效的电光调制 这也是为什么光纤通讯 可以传递我们想要的资讯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